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天人转世的人一般和宗教有很深的缘分 所以这一类人长大以后会投入佛门、道门 但出家的少 他们在幼小时容易得鬼神病 因为这样的孩子在地府是没有登记的 是会被收回的 这时候包括祖先和有缘的鬼神会到地府 为他们单独登记上 且有缘的鬼神在帮忙解救的同时 会警示阳世的亲人 这样的人大部分以后的婚姻事业都不太顺利 这是因为他们是天人的原因 这也是地府一般不予配婚和安排工作而导致的 而天上的神明往往隔一段时间会前来寻查 他们的婚姻和工作一般会被天神破坏 因为天界不允许这样的孩子在人间久待 于是想方设法磨练他们的心性 意思是向他们点名神界需要他们 同时也是在消磨他们私自下凡的罪过 这样的孩子如果碰到有缘的鬼神 法力很高的话 会帮他们消除天界对他们的影响 但是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般需要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这段时间他们会一直保护这些孩童 并到天界给他们上交辞城 辞掉他们在天界的工作 这时候他们一般会恢复身体健康 但是还是做什么都不顺 等辞掉天界的工作后 与之有缘的仙家鬼神会继续护佑他们 为他们到天界补办投身手续 这时天庭地府才会为他们安排好的命运 他们的人生路才会一片坦途 而这时他们一般都在三十岁了 因为天界一天是人间几百年 而天界神明公务繁忙 等到批完手续已经十年左右 而有的孩子和父母缘分大 在阳间早有道法师帮忙破解 孩子也会平安 有的孩子身旁没有与之有缘的 鬼神仙家护持 或者他们的法力比较低 这时他们就会被仙家收走了 神仙转世的特征 第一 生来就多灾多难 身体多数都不是很好 一生会有一次或多次 大难不死的经历 二 心地善良 心软 不敢杀身或不忍杀身 视金钱为无物 不把钱财当回事 三 性格比较内向 不喜欢张扬 为人处事比较低调 四 聪明 悟性很好 特别是接受和灵界有关的事情 很快 五 经常会做一些怪梦 包括上天堂入地府 还会有一些奇怪的人 教你一些奇怪的东西 但醒来 有时候记不住 六 经常梦见佛神 七 偶尔会莫名其妙的头晕 但很快就过去了 八 对人体有特殊的感应 特别是进到庙里的时候 身上会有不同的反应 例如身上忽然感到冷热 头皮发麻 或 胀 颈 触电感 等等 身上会忽然起鸡皮疙瘩 汗毛竖起来的感觉 等等 天界投胎人间的人 有哪几类呢 第一 父有使命来到人间的 单父管理人间次序 一般是 星宿级别的 天道神灵 下凡道人间 担任高级领导职务 或者是在 思想文化方面 有突出成就 二 到人间来修行的 天道仍然属于 欲解 天神 在天福报 想用尽了 就需要重走轮回 到人间修行 这是那些 能够修仙得到的 大修行者 大神通者 三 普通的天神 在天 为一般的工作人员 金童玉女 就是向往人间美好 动了繁星 玉念 跑到人间来的 天界各处 护法神灵 也就是各教教主 各类高级神灵 身边的工作人员 四 犯戒 打下来的 因为天道仍然属于 欲解 容易动男女 私情 被称之为 犯花 女性天神 只要犯花一次 就会被打下戒来 男性天神 要犯花五次 才被打下戒 被打下来 要过五道门 八座关 受 净 磨难到人间 人称 五花八门 如今 为何天界 投胎到人间的人 那么多呢 以前 虽然有童子之说 但不像现在这样 表现明显 这一时期 反应众多 一是末法时期 天上人间 整顿的因素 二是一批青少年 正处在下界的 周期阶段 每逢盛世 随着人民 生活质量的提高 都会吸引大量的 天道生命 投生到人间 1980年代开始 人们生活水平开始 大幅度提高 天界众生 见到如今 人间社会太平 歌舞安乐 于是动了欲念 想下凡间 天道 大量投生到人间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因此 1980年后的孩子 出现思想 性格 意识方面 问题的 不断增多 1990年后的孩子们 更将进入一个高峰期 对天道孩子的影响 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天界 另外一个是地界 天界向人间派出工作人员 管理人间 正常秩序 实现阴阳互动 相互促进 但如果大量的工作人员 攀练繁城 私自 离港 脱港 就会影响正常的管理秩序 在严重缺边的情况下 天庭就会派出使者 寻找这些离港的人员 天界一般是每半个月 查一次港 而在人间就是15年 所以天道来的孩子 一般都在15岁左右 也就是天庭查岗的前后 出现问题 大部分上初中 国中前后 性情和学习发生变化 女性以近视为多 但发现的要早 男性一般外围护法为多 发现的较晚 有两到三年的时差 查出了脱离港位的工作人员 所投身的具体位置 天界就会派出护法神灵 设法将这些工作人员 召回 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给这些孩子们 制造磨难 让他们感觉 活着没有意思 从而放弃人生 回到天界 继续工作 被天庭带回的孩子 现象是会有思维空白 生活没有意义 甚至会出现 亲身的念头 地界的影响 与天界有关 地界的神灵 往往会讨好这些 天道来投身的人 但因为讨好的太多了 而且这些人的能量 有高有低 本性也有善有恶 会造成这些孩子 性格起伏不定 除此之外 1980年代后 下凡的人 目前30岁左右 正是第二个周期 因为天庭 茶岗 点名 地下会有感应 因此 表现出心神不灵 心烦气躁 大发脾气 不由自主 等等现象 工作不顺心 婚姻不好 出现人身波折 关于天界众生 以及包裹的范围 我们现实社会中的人 前世 基本上都来自六个层面 即六道轮回 投身到人间后 也就必然带着 各个层面 各自的信息 具有各自不同的 性格特征 这里主要讲 从天界 投身到人间来的群体 天界投胎的群体 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 具体还分为 天庭生命 天人或阿修罗生命 和道界护法生命 佛界护法生命 以及民间宗教信仰中 各种神灵护法生命的存在 他们有着 总体特征的相似性 但又因为来路不同 又有着各自不同的 性格特点 当然 过去是否是神仙 已经不重要了 既然天福已经响尽 今世再投身为人 那么 如何脱离六道轮回 重新回到天界 圣获西方净土 将是这些天界来的人 此生最重要的课题 这些魔法自然的状态 最后也会祝福 是这些魔法自然的 而是阶下来 尽量的 这些魔法自然的 4个不正的 这些魔法自然的 不得 魔法自然